今天俄罗斯普京大帝跑了 从莫斯科从圣比特宝的这些大城市 跑到乡下度假去了 原因是俄罗斯的这个新冠疫情大爆发 俄罗斯控制不住了 可见普京这个政府早期的一些严控 新冠病毒输入的这个措施啊 全面的失败 普京大帝的形象是他个人形象 不是俄罗斯的形象 俄罗斯的形象就是不靠谱 自从前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就是一败再败 还好出了一个普京 稀稀拉拉能把这个俄罗斯的框子 能够保持了不散 但是这个新冠疫情啊 不仅重创了 欧美发达国家 在中国人中的形象更重创了 普京大帝的个人形象 因为普京大帝不是牛逼啊 不是要全全国搜索黄总人吗 要把黄总人隔离吗 隔离的结果就是 新冠疫情已经在俄罗斯大爆发了 而俄罗斯政府官方依然采取了一个掩盖掩饰的态度 今天掩盖不住了 也不需要掩盖了 一是掩盖不住 因为新冠病毒数量太多了 通过中国这几天那个口岸进来的 从阿沙俄从俄国回来的中国人的这个新冠 这患者的比例人数就可以看出来 俄国已经全面爆发 而俄国政府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捂着 这几天这段时间也不需要捂了 因为美国都 美国都塌了 美国都控制不住 那何况俄国 俄国看到美国 不 美国都都控制不住了 都失控了 俄国也好 只好承认失控了 但俄国人民的儿子普京 并没有跟俄国人民待在一起 下乡去某别墅带着去了 要隔离去了 不是人家自己隔离 而是人家要隔离 隔离开这帮得病的感染的俄罗斯人民 这几年国内部分学者 部分知分子吹捧普京 有多牛逼多牛逼 普京为俄罗斯干了干 干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但是经过这二十多年 普京的执政 我们也发现 这个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 经济状况也不是太好 老百姓生活还是那个狗样子 还是一团乱 就心理上 在叙利亚打赢了一次战争 拿了一个颗粒棉 就两次侵略领土扩张 两次利益 俄国利益扩张 让俄国人民耍了一下 因为大多数的时候 俄国人民是比较 比较痛苦的 没钱 没收入 收入低 俄国一个大教授 一个月才三千万元工资 一个小教授 一个奖师 一千多块人民币 那能够怎么用呢 可见 我们对于普京的执政 吹捧的太多 夸大因素太多 还是不实际 而国内有些嘲讽 我的嘲讽普京的 就希望普京继续在执政 在执政几年 到2035年 这个俄国还不知道 成什么鬼样子呢 普京执政 就是把俄国又推向了一个深渊 而不是拯救俄国 更不是还给俄国人民 一个强大的俄国 而是一个残弱的俄国 这是新冠疫情 也把特朗普的概念给实现了 也把普京的抵护给结了 主要主要是好运的 感谢观众 找问听说